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我是伟哥,西兰花是我们生活中有营养的食品,也是大人小孩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因为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而且很全面,西兰花的热量也不高,所以吃多一些也不会长胖。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西兰花又好吃又好看的新做法,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朵新鲜的西兰花,用剪刀把大朵剪成小朵,如果感觉还是有点大的话,再给它剪一下剪成小一点,全部剪好之后,把它装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往西兰花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倒满一大碗清水,将西兰花给它清洗一下,因为西兰花残留着好多的虫碗 放点食盐清洗,可以将西兰花的虫碗和杂质全部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西兰花像我这样搂着清洗,会清洗得非常的干净,然后将西兰花浸泡10分钟左右 10分钟过后将它控水捞出来,放到大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锅水,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加入一小勺食用油,把清洗好的西兰花放入锅中 放点食用油能形成保护层,让西兰花保持翠绿的颜色 大概焯水一分钟之后将它控水捞出来 放到准备好的凉水里面,将西兰花过凉一下 西兰花冷却之后再将它控水捞出来 看一下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然后把它切成小块,将西兰花切碎一点 现在是春天,这个季节的雨水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西兰花 西兰花全部切好之后用刀将它剁碎 尽量给它剁碎一些 全部剁碎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往西兰花里面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一点胡椒粉去腥 加入一勺白糖增加鲜味 然后用筷子将鸡蛋搅拌均匀 让鸡蛋和西兰花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要多搅拌一会 一定要搅拌到有一点粘稠的状态 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准备两勺面粉放到西兰花里面 面粉加进来之后 再用汤匙将它搅拌均匀 让面粉和西兰花融合在一起 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西兰花和面粉搅拌到有点粘出的感觉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下手给它揉软 揉成团不粘碗底就可以了 然后手上抹一点食用油 这样能防止粘在手上 然后我们捏一坨放到手掌心上 用手将它捏一捏 揉成小丸子 然后用大拇指给它捏成一个小窝 这样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把它捏成像小窝窝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就非常的漂亮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碟子 把碟子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防止西兰花粘在碟子上面 刷一层薄薄的食用油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捏好的鸟窝 一个一个地放入碟子里面 将它摆放整齐 这样做出来最好看又美观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别忘了中间也要摆上一个 下面我们准备五个的母鸡蛋 将鸡蛋一个 一个地打入碗中 今天我们只要鸡蛋黄 鸡蛋白我们可以炒菜吃 鸡蛋全部打入碗中之后 准备一个小勺子 把鸡蛋黄给它取出来 不要太用力轻轻地取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放到做好的西兰花上面 像我这样把鸡蛋黄舀出来 一个一个地放到西兰花上面 这样做出来非常的好看 小孩子们特别喜欢 营养也特别的丰富 现在我们的鸡蛋黄全部放好了 看一下特别的漂亮 接下来准备一个蒸锅 把做好的西兰花放到蒸锅里面 然后把锅盖盖上 水开后蒸15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块瘦肉 硬刀将它切成薄片 尽量给它切薄一些 然后将它切成肉丝 最后将它剁成肉末 全部剁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去了皮的胡萝卜 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 最后切成末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准备几粒大蒜子 用刀将它拍碎 拍一拍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然后直接剁成蒜末 全部剁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 直接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调个料汁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食用盐 一小勺白糖提鲜 少量的胡椒粉 最后再来一勺生粉 倒满一小碗清水 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搅拌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盘备用 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肉末放入锅中 先把肉末炒熟 把肉末炒至变色 肉末炒熟之后 把蒜末也加进来 胡萝卜丁也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把蒜末和胡萝卜炒香 炒香之后加入一点葱花 继续开中小火快速地翻炒 最后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这里我们要开大火 把调料收汁 把调料炒至浓稠 炒至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的西兰花也蒸好了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用夹子将它取出来 放到桌子上面 再把炒好的料汁淋在西兰花上面 哇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出来的西兰花鸡蛋饼特别的香 吃西兰花的时候还有肉末的香味 主要还有鸡蛋的香味 称得上是营养又美味 再撒上一点葱花 点缀一下颜色 真的是太美味了 西兰花拿来这样做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这样做出来的西兰花鸡蛋饼 营养又美味 吃起来也非常的香 有肉的香味 鸡蛋的味道 特别的有营养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下个视频